有條理 有道理 在這個地方 回到這個民主跟自由這兩個方面來說的話 我想 這麼簡單的事情 其實真的是這樣 行動的綱領還是行動 行動的綱領其實不是什麼理論體系 沒那麼多的 但是就搞了半天搞了半死 然後就有一批人說 中國傳統就是跟這個完全無關的 就是跟民主自由完全無關 所以中國已經完蛋了 那你拿就要 談民主自由就臉上貼金 我想跟大家談一個很有趣的貼金觀念 其實大家不知道真有貼金 什麼貼金你知道 你如果到鹿港去買一個神像 那神像起先是沒貼金的 之後就要貼金了 去尋求怎麼樣來建立起民族 另外一方面又要來堅持那個中國 所謂的儒家的這個傳統 這個是一個令人很困惑的問題 但這個很困惑的問題裡頭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裡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就像張金曼自己喚醒他 中國傳統裡為什麼只有好關 沒有好 張金曼事實上並沒有得到這種退帳 但是他留下來的那一個契機 卻給我們一個可能性 就包括在台灣施行的這個憲法 前幾天大家還放這個架 但是呢當然這個憲法 還能夠保持多久 我們不曉得 因為我們太多喜歡當 準備要當憲法之父的人 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了 不過我同時有個很強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危險的 隨時讓一些政治神話 讓一些馬克斯韋伯說的那種封閉 重新把我們造起來 而且現代化本身 也已經慢慢走進那個貼的牢籠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理論共產還是沒有的 好我再講一次 孟子提到的一個軍權 也就是國軍統治地位的正當性 因為他提到說 天與之、任與之 在孟子完章篇裡面的 那我想不單純就是人民民意而已 因為天與之也很重要 像順是有謠去選擇的 那人民只是被動的去檢驗說 他適不適合繼承這個王位 那如果說以民為主的話 那就是人民主動去決定去選擇說 我要選擇哪一位國軍 那所以我想在孟子的想法裡面 可能比較偏向以民為本 因為人民作為他整個施政 需要去照顧去關懷的 而不是說 另外一個問題很簡單 如果你說已經混了 沒關係 還有這個輕功以老 像我還有一個輕功以老 我不是輕功以老 我是這個理師求諸野的野 我比較野 我從澳門的平民窟出身比較野 所以我不會 我雖然混進這個大學裡面 最後也拿到博士學位 但是我始終沒有被污染 沒有被那個家 中國國民黨主政的政府 他並沒有非常滿意 這種沒有滿意的現象 從延續到民國38年 中國大陸淪陷 那張先生就在香港 跟李黃銘先生 要組成的第三勢力 組成第三勢力 可是一旦組成第三勢力 那張先生的國家認同 實際上馬上就跑出來 一個是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是在台北的中華民國 那到底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 那麼這樣的一個主張 張先生他們寫的第三勢力 很清楚 就是要由民主主張民主自由的人士 重新建立一個自由中國的政府 那講這種話的過程 實際上就是對兩個政權的否定 也就是說他如果認同什麼 我想多年都沒有回去 當然這整個原來的外在的國立形勢 實際上產生了改變 這個外在的國立形勢就是說 當時間拖延的越久 中華民國政府要航空大陸 驗行困難 相對在中國大陸 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基礎 就越來越廣固 承認的國家就日益增加 那麼中華民國政府 在台灣所增進的正統性 這一點外在的正統性 就是說 世界各國的承認就是很重要 那世界各國我承認 換句話說 張金曼所謂保持 台灣把起來兩岸的原狀 這是等於支持中華統領 就是貴業原則 我們翻開一下下面 第三第四頁 後面我有一個圖 我們先講完這個 我對內生外網體融關係的六個不同的意見 第三就是以中學為體 來開除外學既用 就是清末的主將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其這以中學與西學為對立的 這個封建 或者非常集體 專制的一個引力 那麼這樣的話 造成希望這個現代化 所謂的自由民主 所謂的德學生 賽生生 這樣的一個 這個時代來臨 所以我覺得儒家在這個地方 還是有他的貢獻的 並不是像一般人所講的 這個什麼封閉式的 或者把儒家 謝謝你 那麼轉化為 這麼在一個所謂的 政治思考之下一個政治 那麼假如說這個地方 不能夠 那麼有一個 好的一個疏通的話 那麼恐怕所謂的 內政開心外網 還是有很多 這個 哪裡 這個理解的一些困難存在的 那麼這個是在談 這個 第三節的部分 那麼第四節呢 我是談所謂的 尊敬 禮成 眾民的一個統治型態 那麼 那麼對於 大臣 自然而然就是有所謂的 禮的 那麼這個 態度出現 這個禮的話 就禮上網來的意思 那麼我們可以看 這個 在 好 不成出來了 那麼底下我們要進行討論 我在進行討論以前 要把 還是把規則重新再陳述一次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再 呃 畫一下 就是 呃 理由是這樣的 就是說因為 這兩個概念好像放不在一起 喔 因為這個聖王這個概念 一方面 呃 是跟這個 傳統的 滷絕的概念有關係 喔 他是內聖萬王 喔 那麼 在這個時候呢 跟 這個 呃 不必然就把他這個 完全 口夢 擺一邊 尋子擺一邊 喔 我覺得說 這只會定位為儒家的話 喔 那麼 事實上他們是有很多 這個共同之處的 那麼當然在 我們過去的理解裡面 起碼尋子 那麼他所組的行惡 跟孟子所組的這個形象 好像之間的話 是有一些 這個矛盾存在 我過去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尋子性惡論的意義及其價值 那麼我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 這個 這個釐清 我不認為呢 孟子的性善論跟 許子的行惡論之間 是一個矛盾 好 他們只是一個所謂的 不相同而已 因為基本上 我們可以發現 寄聽這個性 那麼孟子所講的那個 那個善的話 是指人 這個性呢 那麼裡面所謂的 人力理智更疑心的 那種所謂的四端 來講那個善 所以性是先天的 那麼善的話呢 也是先天的 但是呢 許子所講那個性惡的話 然後有小數的人去競爭 才可以被選 所以民主政治的實現 所依賴的是 根本精神是力量 而非競爭 只要關切民主政治中 力量精神 才能使民主政治 達到理想的景地 因為 唐先生認為這樣的情況下 選民的 選民不是以 儒家思想與民主的開出 至於第二個問題 儒家思想或儒學傳統 能否發展出民主政治 新儒家 唐君毅 某中山徐副官 張軍曼 朱衛先生 發表的這個 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當中強調 中國 中國今雖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國之事業 然而我們卻不能說 中國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 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 更不能說 中國文化中無民主之種子 我們是一號五億的人 人權 所有其他人都有五億的 這樣東西 然後呢 這個 Optic 就是 這個H 就是 成立的 哪些道的原則 這個原則呢 是 建立其所有人 都 同黨 地 享有 來講 強調 這個 理性架構的表現 而已 那我下面會繼續分析 以前中國的一些老的習慣 去掉以後 比如講人情 來講關係 這些東西 去掉以後 大家真正的變成一個 相當 個人主義式的一個 Optic Dimension 什麼時候 那麼也許 這個民主政治 會慢慢的更產生 我想總是朝著這個方向走 謝謝 是指孝 這個天地軍軍師 或者是這個 軍軍城城 富富之子的一種 自然的人倫關係裡面 所發展出的一種政治關係 所以我認為這種政治關係 是家庭吞演出來 所以是一種很和諧的關係 我們 我們不敢接受衝突 我們認為衝突 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我想拿兩個 哲學家的這種看法 來做個比較 那麼在民主政治思想裡面 今天對西方的理性主義 啟發最大的 大概就是這個 賀布斯 他龐大的一個犧牲 可是在座各位 過去二十年來 台灣為政治而死掉過的人 你們知道有幾位嗎 每一場算起來只有一位一半 第一位叫鄭南榮 另外半位 他自己自焚而死 還是被別人 他焚而死 不知道 但是 經過二十年 也不過只有一個半的人死 可是每次只要有抗爭的時候 頭上都綁著 事實抵抗 為什麼到目前 你談到叫民主化 你談到說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是要走到民主的路上去 但是呢 民主 有一個最重要的解念的標準 你政權曾經輪替過沒有 那這一次 那中央政權還沒有輪替 但是從這個總得票數上面來看 執政黨已經不是多數黨了 執政黨已經不是多數黨了 所以 過去 我們是看一看 這一次呢 民進黨的這個衝突呢 你幾乎每一次都可以指出 他這一次衝突 大家在吵什麼 大家在吵什麼 這個是可以 每一次都有一個題目的 比如說更早期 在戒嚴時代 我們說這個民進黨 要為什麼方式 才能夠推動民主的發展 足以抗衡這個戒嚴的體制 於是呢 有所謂物憲的真實 背心理學 那麼過去 大概十幾年前 十幾年來 我關注的焦點 一直是在 這個 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之下 我們社會行為特色 那麼我在過去 也寫了一些文 書關於我們台灣的這個政治 現實 那麼 一本是 這個民進黨 我相信很多人看過 一本 一本是講這個 聽到權力的訓話 那個恐怕 對 那麼這個 希臘的那個源頭的 一種這種 客觀 對於列白人物 隔開 比較容易產生 這種好奇性 和幽默感 中國的確 缺少這麼一個資源 值得我們 向希臘學習 那麼這個 讓人民了解 國民黨 不是唯一 要運號的 慢慢就可以呢 接受 政黨的論替 那麼這個 敵人會 第三個這個 使命就是 就是以他個人的聲望 就是所謂的 一個會情節 撐住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這個 講公民社會 講個人主義 它是要做一個 individual 也是跟君子的關鍵 相差不多的 因為有理性 能夠誠實 能夠由內而外 當然它所謂由內而外 是經過基督教的 轉化的一個過程 我們經過 或者是 這個中國的 各種的這個 這個這個 書籍 可能是經典之作 不是跟誰學不一樣 還是清楚 不過覺得很佩服啊 這個主辦單位 能夠在一個 紅塵萬丈 這樣吵吵鬧鬧鬧的 這個台灣呢 還能夠這樣一個 理性的一個 精神的交流啊 我想我們大家 都受回很多 最後想 是不是可以代表我們在座的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我們從歷史大流來看 孔子孟子 後來變成一個 這個漢朝的 獨尊儒術 變成一個 重要的一個 思想 一個哲學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